这个 插件这个东西呢 就 就 开发的时候说吧 这个东西比较简单啊 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再往下一个 快照 快照啊 快照我要说明一下 这个版本呢 就是刚才不是说了 语言化版本规范吗 对不对 这个版本呢 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区别 什么区别呢 我们叫做 发行版 和 快照版 快照 版 是不是有两个版本啊 那什么叫发行 什么叫快照呢 发行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1.0.0 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 就称之为发行版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 我已经把五个功能完成了 是不是意思啊 不仅完成了 我也测试了 好像没什么bug 因为大家都知道 开发不可能没有bug 但是基于一轮测试下来之后呢 最起码我没有发现什么 明显的bug 是这样吧 没有发现明显的bug 那这个时候 这个版本是不是意味着别人就可以使用了 对了吧 别人可以使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 1.0.0这个版本还能再改吗 不可以 不能再改了 这就是发行版的一个作用 这就是发行版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 1.0.0这个版本 五个功能已经实现 并且没有发现明显的bug 那么我给到你 用 就好比啊 好比这里 这不是这个买色克这个5.1.46吗 那我现在给你用 你用里面的方法 类是吧 调用啊 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版本不能改了呢 比如我现在用的是你这个版本 我有个方法叫做 比如说叫classmanager.load 比如说叫这个 对不对 他改了一下 他把load方法改成loadA 会怎么样 你就完了 你的项目就出错了 因为你调用的是load方法 而他把这个方法改了 是不是没有这个方法了 是会爆异常啊 叫做什么呀 什么no such method exception 未定义的方法 这个异常 对了吧 所以当发行版出现之后 里面的东西是不能改的 而这里恰巧又遵循 面向对象设计原则 这是什么呀 开 那个字 是不是开啊 面向什么呀 扩展开放 面向什么呀 修改关闭 看到没有 是不是根据面向对象设计原则来的 有用吧 这个理论指使是有用的 对不对 是啊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明白了啊 好 当我发现load这个方法有bug 有问题 怎么办 是不是 1.0.1 改了这个问题 我再重新依赖它 我再重新依赖它 这个load方法的问题不就解决掉了吗 是这意思吧 那这个能理解啊 那么这个时候 那发行版的意思理解了 那快照版是什么意思呢 快照就是可以改的了 比如说啊 这个 我们这个快照版叫做 snaps hot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 我的这个版本 比如说啊 我们1.0.0 这个版本 注意这个单词 这个词 不能变 就必须叫这个 我们的项目是基于Mavin来管的 对不对 如果你想告诉别人 你是一个快照版 不光是告诉别人啊 是告诉Mavin最主要的是啊 最重要是告诉Mavin你是个快照版 你必须名字叫 杠snaps hot 就这后面这一段 不能变 你不能随便起名字 只要不带这个单词 你所有的版本 都是发行版 比如说1.0.0 就是发行版 比如说你横杠release 这就是发行版 能理解吧 叫什么都行 就是不能叫这个 而你想叫快照版 就必须叫这个 理解啊 前面那个 那个版本号 是根据语义化 版本规范来的 对不对 后面 这个有区别 好 那这个时候 它实际上生成的是什么版本呢 它生成的是 比如长这样 比如我叫MaiSirca 然后 它不是1.0.0吗 那后面这个 snaps hot 它就不叫这个名字了 就会变成 比如你看 我现在生成的就是 2018年06月4号 17点15分 什么比如说是20多秒 什么0001 长这样 能理解了吧 这就是第一次来的版本 那下一次怎么办呢 它会自动变成 比如说0002 0003 或者改前面的时间 能理解啊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在这里 我是企业 我们开发 你可能要调用我的模块 我可能要调用你的模块 是不是这意思 咱们互相调用 协同开发 很正常 那你的模块里面 你现在开发的是 这个1.0.0 这个版本 是不是意味着 可能有bug呀 可能 那么你随时都要更新 你随时要更新 因为我还要测 因为我们是 在一起做开发嘛 是不是啊 那我随时还要测试 那如果你每一个版本 都打成一个release 而每个release都不能改 那就会有一个 开发时候就会有一个 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当你有一次更新 是不是这里加1 加1 加1 而我又要依赖你的 那个模块 是不是我跟着你皮肤后面 得加1加1加1 改版本号 麻烦不麻烦 麻烦 所以这个过程 要变成什么呀 也要由手动变为自动 那这就是 快照版的用处 理解了吧 那么这样 当我依赖了你的模块的时候 因为是快照版 我只要刷新一次 我的Mavit 我就把你最新的代码 弄下来了 很方便 这又一次 为我们协同开发 怎么样 提供了便利 能理解吧 你看第三个特性又出现了 所以Mavit 是不是很强 很好用 对不对 这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好 这就是什么呀 快照版的概念 那当这个快照版 经过反复使用 论证测试 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就可以真正的成为什么呀 发行版了 而这个版本 而这个版本就不会再变更了 对了吧 那下一个版本就变成了 1.0.1 Snapshot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版本的快照版 能理解啊 这就是快照的意思